给贵妃娘娘请安 家贵人这副模样 是怎么回事 贫妾没福气 一直难有子嗣 都说这中司门 是宫中求子圣地 所以贫妾刚去了 中司门驻岛 希望能得祖宗庇佑 早日有个一儿半女的 求子便求子 你这般灰头土脸的 祖宗见了你这副模样 就会赐你子嗣了 是啊 凭借哪有玫瑰人这般有福 得祖宗庇佑 瞧这不是来了吗 给贵妃家贵人请安 玫瑰人 贵妃娘娘家贵人 贫妾怀着身子行动不便 皇后娘娘多叫免礼 您二位就莫怪罪了 没关系的 龙胎要紧 本宫今日容你 待你生下龙胎 看你还敢矫情 贵子之母 不敢矫情 你怎么知道便是贵子了 和静公主正缺一位姐妹做伴呢 贫妾既然怀着身子 就有一半得贵子的希望 若是腹中空空 自然是半点希望也无啊 你龙胎落地还有时日 你最好仔细怀着 小心落空 多谢贵妃关心 一个南府的月计 即使是疯了贵人 你也在她之上 何必对她这么恭敬 臣妾对她恭敬什么 不过是看她怀着龙胎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 若来日她真生下个贵子 贫妾可就真要看她的脸色做人了 贱婢 永远是贱婢 卓儿 您何必跟贵妃盯罪 你听她那般言语 我为何要让她 身体要紧 别气坏了身子啊 这是太后赏的阿娇燕窝粥 吃不下 撤了吧 看见贵妃一次就气闷一次 头也晕得很 您总这么没胃口 晚上也睡不好 还气闷 这对肚里的龙胎也不好呀 上午御膳房送来的鱼还有吗 我用些 您这么难受 还吃那些星际的东西 纯凭说吃了鱼虾有利于胎儿 他们都低看我 我偏要生个白白胖胖的贵子 给他们瞧瞧 主貌美 搭着肚子也是好看的 墨歇 你看本宫像吗 像 那本宫肚子里的 是男儿还是女儿 自然是皇子 都说女子有孕 是 会面部腹肿 身形臃肿 你看今天那个男府月姬 怎么还是挺俏理的呀 人家说玉玺淮男 除了肚子隆起 面旁身形都不变 怀女才会腹肿虚胖 你便认定她生的是个阿哥了 主 玫瑰人确实有生下阿哥的可能 但以她的福气 她又怎配生下阿哥 主 主 恕奴婢直言 自玫瑰人有孕以来 奴婢心中一直不安 她为人张扬 屡次对您不敬 若是她生下皇上 登基后的第一次 日后必定会对您不利 你要做什么呀 回主的话 御膳防卫于的小鹿子 悄悄来找过奴婢 献了一击 快起来说话 快起来说话 你们都给我小心了 这些日下 是专门给玫瑰人用的鲜货 送到遗伤房 赶紧得住出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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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